我妈妈叫范文芳 她是一个 famous artist 还加一个 very famous 孩子就是这么天真可爱 你们是爱影集做工的人 演活淘气的阿基 则在做工的人电影版中回归 她是演老婆的三潘雨 在片中有段调情的对话 描述政治青春前的儿子小杰 看到两人在啪啪啪 现实中有意思的李明顺 完全不怕碰到这问题 谁会让小孩看到啊 对不对 谁会啊 她没有看到她是听到 从我们房间传出那个啪啪啪的声音 有可能以为你以为孩子不知道 其实她都知道 真的 她去学校想说我跟你讲 我听我说 在我爸妈房间听到啪啪啪的声音 现在的小孩都比较早熟啊 真的 对啊 我儿子没有这个问题 他对自然界的这种交配的东西 他都很清楚 因为他喜欢看科学的东西 所以我不用再跟他解释 反正他要跟我讲 你会讲 就真的像小杰在戏里面这样讲 就交配之后我有两个细胞什么什么什么 就这样真的 一模一样 他会讲英语啦 唯一不一样就讲他讲英语 对 做个门人电影办回到十一年前 展开父子合作的感人故事 而战时中 李明师和范芳芳的八岁儿子 不会和爸妈有矛盾 当时闹出不少笑话 你名气比较大 可能会去学校会故意 不会提到说李明孙子的爸爸 他现在还小 他现在还分得不清楚 他反而作文会写啊 比如说作文标题是 你的妈妈 他的妈妈 我妈妈是什么名字 下一句说 而且他还介绍他妈妈叫什么名字 我觉得很可爱 我妈妈叫范文芳 他是一位 他是英语的 因为英语做文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艺人 还加一个非常有名的艺人 我看到我跟我老婆在那边笑 然后我就 我就跟我老婆讲 他一定要写very famous 可以低调一点 因为他不懂 他就照着他人家跟他讲的 或者是什么 就这样写的 他就实话实说啦 那确实也是very famous 真的啊 就是在父母看起来 就会觉得 因为他的同学 有跟我们讲过 他爸爸妈妈跟他讲说 你一定要跟他做朋友 因为他爸爸妈妈是 有名跟英语 有名 然后有一天 然后有一天 我儿子就突然间来问我 因为他从小就是 生长在那种 大家都认识他 或认识我们那种环境嘛 每个人可以看到我们打招呼 他可能觉得 这个全世界都认识 那突然间有一天 他就走过来 Dann 我就看到他 因为真的是很多人跟他打招呼啊 他就 我觉得很有趣 所以我们不会刻意的去隐瞒 说我们的工作 或者 我就从小我都 给他知道 这种自然的那种回应 等他开始慢慢懂的时候 我讲比较容易 我不要他突然间跟他讲 他会 什么东西 对 我觉得 父母是什么行业 从小就给他知道就好 他们自己会去调整